今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筒筹 在推广电子签章的同时,同步探索保险保函、履约保函等多种形式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房地产行业回归市场常态 目前我市商品房实行预售许可制度 商品房预售时,购房人预先支付给房企的购房款 应当存入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银行机构和开发企业三方共同监管的监管账户 即实行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制度 目的是防止项目烂尾,保障房屋顺利竣工验收缴付 购房者购买流程一般需要执行缴付定金、材料提交银行资质审核、缴款、网签合同、备案、放款和签订正式合同等多个流程 对于购房者或者销售商,以往需要在部门与银行之间来回穿梭 尤其是房企申请监管账户资金更是手续繁琐 今年,市住建局在推广电子签章的同时 同步探索保险保函、履约保函等多种形式 缓解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冲击 张冲介绍 他们的楼盘在进行第三期的建设中 正是得益于我是引证服务的提速 建设资金的宽裕充足保障 预计2021年交楼的第三期工程将提前一个季度交付使用 资金流的快速回笼 不仅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也大大提高了房企抗风险能力 因为监控账户上的资金 公司需要的资金 因为政府的批款时间和手续是简化了 加速了的 对于公司的一个运营 和我们工程上的一个帮助都比较大 此外,为深化放管府改革 提供汇齐便民的高效服务 市住建局以市房地产交易信息系统建设为契机 加强预售款信息化监管 在全省率先实行预售证书电子证照签发 全面提升预售款核准使用和预售许可证物服务效率 今年上半年 江门市住建部门 共核准房企使用商品房预售款201.8亿元 其中,台山市62.8亿元排名第一 有效缓解了房企资金压力 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本台记者张志强,廖宝成报道 在地方没有印象更快 i 说实行不见 为文回主 或仅我们正前変项 资金压力 导致